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看完这部预告片后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Suparasi 老实说这是隔了Trega 以Deca 之后 再次让我回复了我的期待之心 除了造型独特以外 连他的吼叫声都非常震撼感 我都迫不及在赶快想看第一集了 甚至等不及到快要吼叫了 如果还没看预告片的朋友 请按右上角的连接传送门 去观看他的预告片吧 当然因为是预告分析 所以很有可能一些分析 是我不小心会猜中的 那么怕爆雷的朋友 可以先跳过这部影片 去看其他系列的影片吧 那如果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朋友 我的频道是会拍一些特色的内涵 与知识以及预告分析 当然还有我的一些日记与超日常影片 有兴趣的话 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以便日后收到更多资讯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这次会期待Blazer的表现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逐渐都是Kiyotakata各级 相信大家对他主导的超人作品都不陌生吧 其中一部就是大家熟悉的 Kiyotakata各级的超人版权而且还得过奖项哦 他所指导的风格是非常贴近现实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物设计 剧情还是战斗机等等 都是会以90%接近现实生活会有或会发生的东西 而且这一次他将会尝试新生在前所未有的风格 然后在他们举办发表会的时候 Kiyotakata有说明他们已经杀青拍摄了 目前是属于后制阶段 再加上他也有说到他自从Jet之后第一次再度回归担任系列构成的职务 而且他和剧组以及演员们一起瞄准的目标是一部从角色染色是写思科幻风格世界观设定作品 同时他也说到当了超人力霸王的导演已经10年了 也投入了所有他累积下来的经验 这次会是一个前首未见的超人力霸王 但同一时间也是个经典而且传统的超人 还说到只要我们看了第一集就会了解一下他所说的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部作品的自信 因为一般的拍摄都会是在开播的第二集左右才刚好杀青拍摄 而他是直接在播放前拍完的效力真棒 当然除了他以外里面有几集也是有其他我们熟悉的人物为监督 但是里面的名单没有那位Kyojik Sakamoto在内 因为在Blaz拍摄期间他正好忙于Legros的网局 然后就是即将要播映的first mission 所以他没有在名单内也是理所担任的 当然也不排除之后会突然有一起是他指导的 所以也是为止数 然后主题曲片尾曲将会由Kita Dani Hiroshi 与泰国歌手Mindarin担任主唱 其中Hiroshi在之前曾经也是为Kamera Yuki 主唱两首胜利歌曲 Hatenaki Kibo以及Revolution 所以这次担任Blaz的主题曲的主唱 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热血 而且强力的声音 把Blaz的热血程度提升了不少 本作和异王的系列一样有着防卫队的组织名为Skart 全名为Spatial Kaiju Relation Detachment 即是特殊怪兽对应分前队 不过为什么有日影拼质 Skart是GGF为了防止怪兽灾害而成立的秘密防御小组 GGF全名为Global Gradient Force 意思是全球防御势力 是全球国家在1966年为了针对全球性怪兽 及外星生命体攻击活动而成立的国际军事组织 也就是说在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GGF支部 而日本的支部则是称为GGFJ Global Gradient Force Japan 也是Skart的上述小属单位 而且Skart也有属于自己的接受命令的军事通信术 也就是Will Corp 在这里其实是Will Comply的缩写 欢迎则是会遵守 哇 光是介绍Skart只足以用了几分钟 可以看得出来幕后制作组的用心 接下来就来介绍几个角色吧 首先是我们的男主角Hiruma Kendo 是由Warabi no Tomoyai 饰演 他之前也在Kameleida系列里饰演Harto Roy Mildo 他在Skart小队里担任队长一只 同时也是超了班Breda的人间体 以及已婚而且拥有7岁儿子的爸爸 这样的主角设定可是前手未有尝试 他有一个狗头残就是Olega Igu 也是他变身前会锁的狗头残 提出他率领着GGF的一个小型特殊部队 第一特殊机动团 但在与Breda和已旧甲和怪兽 Vazaga的战斗后 他经由54号命令被任命为Skart的队长 如意这个任命还未公开 所以他还不认识任何下属 在这种陌生关系下 他努力拉扯这鼻子 同时以勇气和强力的正义感面对怪兽 他有着严谨的性格 并主动承担这所有的事情 总是一个人全力以赴 但也因此使他经常不听从高层的指示自动指挥 所以被视为制作主张 唉...当个队长 容易吗? 那三毛铁长 顺带一提 Varabino他本人也透露他在面试Blazer时 那天刚好是穿着自己的Nike Blazer鞋子 就一个发音很相似而且只差一只不同的Blazer 而且也很幸运的他在面试之后 就被录取为担任超人Blazer的变身者 所以这双鞋也可以说是带给他好运以及命中注定吧 接下来是饰演奥比一米的Himiya Tsukimiya 他是谍报活动中的情报书籍专家 从17岁开始就从世界殖民的精英学校跳级毕业 当他被拒绝发掘并入伍后 因而成为Scott的谍报不远 参与了世界各地的行动 由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内幕 因此他基本上不信任人类和政府 此外他还擅长格斗技能 不只是可以参与谍报活动 还能用自己的射击技能完成战斗人物 而且他的兴趣是Cosplay 这里的Cosplay应该不是指那种漫画角色扮演的那种 而是指那种浅入各个职业场所的角色扮演 就类似于莫迪的身份来的 第三位就是饰演Nagura Teruaki的Yugido 他是Scott里的副队长 善于收集各种资讯 结合本身对于怪兽生物学的知识与见解 进行精细的情况分析 同时也是负责为Scott的规划作战计划 他过去曾是GGF一般部队的火力观测馆 曾经参与对宇宙甲壳怪兽巴战嘎的见面作战 在这次作战的行动中 他以冷静的战况分析 对自身判断了坚定信念 丰富的怪兽知识 以及极度敏锐的头脑获得高度评价 因此之后被调到Scott担任副队长 他坚守着透过与地球怪兽和谐共处与保护人类的强烈信念 这个就类似于Cosmos系列里的Haruno Masashi一样 虽然他平时尊重规范、性格严肃 但偶尔也会展现出天然呆的意面 然后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是第一个指导队长的真实身份 如果剧组有这样安排的话 或许对队长来说就容易办事了 例如帮帮松鱼不太长的原因 你们知道的 然后下一位就是饰演Banto Yasunobu的Hayate Kachihara 他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师 也参与了特战手Ascaron的开发 也就是剧中的那个Scott机械手 这个之后我还提到 他加入Scott之前曾是GGF运输机部队的飞行员 同时他也比较善严武器和机械维修 但他喜欢给自己喜欢制作的机械取名字 并珍爱他们 并亲切的将Ascaron称为Ascaron 所以Ascaron这个名字应该是Touch的 他有时会直言不韩 因为周围的人感到尴尬 但他并不会时常讲出刻薄的言语 而是具有亲切的性格 而且他的嗜好是玩范花神游戏 就是哆啦Amon里大雄喜欢玩的那种游戏 就是用神族弄出梯子啊 动心贴塔等等的那种游戏 但我好像发现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像喜欢玩范花神以及机械维修 因为大雄本身就是会移造说明书制作很多道具 而且在漫画桥段也有说明未来的大雄其实是一位发明家哦 你看是不是很像是呢 如果加个偷看洗澡的话 应该会更像了吧 再来就是视野Minami Ani的Honomi Naido 他也是Ascaron的另一名驾驶员 他过去在就读工科学校后努力成为GGF的成员 他的兴趣是举重 是一位有着经验丰富的步兵 以及擅长晋升格斗的一员 由于他对特殊部队怀有强烈的同情 因而在梦想成真后加入Scott 然而他并无法延迟 对之前在GGF生活中严谨遵守会章制度的习惯 以及与Kendo独特自由风格之间的困惑 也许他们会有交流代沟的可能 尽管性格补食认真 但在与Kendo和队友们的团队合作中 他逐渐发挥了自己的潜能 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以上就是关于Scott队的队员们 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以及兴趣 当然有Scott队就一定会有一位上司 这位就是Yumasa Yakato饰演的Haruno Resu 他是GGFJ司领部参谋长 他具有着冷酷严格性格 而且也是他创意了Scott 并且找来了Kendo担任队长这个职位 他是一位从基层打拼 一路爬升到参谋长这个职位的野心家 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讨计 但在私下他非常喜欢狗 至于他会被搞砸或传出什么事情 就还不晓得 毕竟野心家这个词听起来不像是个宝义词 尤其是用在这个组织上 然后这件稿方已确定男主Kendo的老婆Hiruma Sakoto是由Maya Okana饰演 以及Kendo的儿子Hiruma Jun则是由Haru Iwakawa饰演 而且将会在第三集登场 此外深游演员Tomagazusenki也会在第三集客串演出 饰演一位在剧中名叫Okawa Shotaro的物理学者 他是堕兰能源融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 而且第三集将会是发生在这间研究所 当然他有意味一定会去客串玩一玩的 这位 你们懂的 这次的Brizzia是由Kendo Maseriki设计 造型是以银色、红色、蓝色和黑色为主色调 然后以简单的银黑为底色 G-17是以圆形呈现 而且圆形的外圈有着像钟表圆框一样 统合像是把时钟挂在那里来祭祀 身体的左半边及右侧胸甲到肩胶部分 则涂上了像动脉和静脉般互相交错舒展的红蓝线条 最明显的则是眼部上方则是以青色波纹作为装饰 而且左眼上方明显比较大块 如果注意看的话 可以看到内部像是血管般的静脉纹路 再加上他的战斗教程是比较像野兽般的吼叫 看起来就像异形生物一样 顺带一提 Blazer的皮套演员以及战斗神 又将会是由我们熟悉的Hidiyoshi Iwata担任 其实Hidiyoshi Iwata在两年前 也就是Z的制作期间 在厕所一见当时Z的总监督 Takuchi时就坦白向他表示 他想为一个超能力霸王的角色配音 可是当时由于超能力霸王Z设定是一个多画的角色 而且配音演员已事先决定好了 所以就暂时无法答应他的要求 但这次Takuchi认为Blazer不会说地球的语言 只会发出战斗呐喊声的角色 这恰巧是个机会 所以他就推荐Hidiyoshi负责这次的战猴配音 而且Blazer的战斗呐喊声其实是真的有语言的 像是变身时刚出场的声音 其实就是在喊Hello 而且Takuchi将会交让Hidiyoshi构思战斗的呐喊声 希望他能以直觉和野性来发挥Blazer的声音 所以Blazer的战吼声不会是一直潜用重复语音 而是每一集都有单独录制的桥段 这些都是根据Hidiyoshi本身在套装演员上的经验配合进行营出的 至于他会不会有其他形态目前还不晓得 他应该会有吧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形态看起来像是属于变成一半的样子 比较像是未进化完整或未成长完毕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之前的The Next Nessus Nova的进化过程 不晓得这个Blazer会不会潜用这样的参考去设计 Blazer在设定上是来自M421星系的神秘巨人 其实你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421其实就是M78里的7把分结成三个号码合并的 如果我们用加乘来计算421的话 4加2再加1当然就是7 然后4乘2再乘1当然就是8 所以也算是M78的隐藏彩蛋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发现的 就是如果用这个加的符号以及乘的符号合并一起的话 就会看到我们熟悉的超人星的闪亮发光的形状了 这次的Blazer不会是以十字光线或一字光线为必杀剂 而是以特殊长矛状的武器Sparer Blazer作为自己的必杀剂 是借由从左手产生发光的双螺旋状长枪 除了可以丢向敌人外还能够投射出光线剂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武器是叫Chirson X-1 这是使用Blazer气息和Galamo的怪兽指示召唤出来的武器 而且在发表会上介绍新怪兽时 就有看到Galamo站在右边的位置 这是Galamo事隔57年后再次登场于超人系列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许多被冷藏的角色都会出现在Blazer系列里 老实说这次远古设计了蛮多新怪兽的 而且每个设计都非常精致 这次新怪兽数量说不定会占Blazer的半个技术 Blazer有个专属的变身器叫Blazer Blaze 以及变身配件叫Blazer Stone 当Kendo因为正义感渴望力量时 Blazer Blaze将会出现在Kendo的左臂上 可以藉由这神秘的Blazer Blaze以及水晶Blazer Stone的力量进行变身 之后也许会有很多怪兽会变成这样的stone 基于Blazer提供战斗能力 变身动作比渔网的还要简单 就是平常的动作的放入水晶到Blazer Blaze 然后很平常的按下按钮就直接变身了 顺带一提 这个变身器的设计概念 其实是Takuki像班代提的 Takuki本人是喜欢变身过程尽量减少 于是Blazer变身就只是很简单的塞盖硬币 然后按按钮变身 这也是呼应Takuki这次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好好排不特色片 而尽量削弱商品带来的影响 可是如果变身太简单了 作为玩具好像没什么可玩性 再加上Takuki有提到变身器需要有遗传因子的螺旋构造的设计 于是这个旋光灯的光效就用来弥补可玩性了 除了之外Takuki还给到了几点 比如有机物小尺寸 无像玩具新的玩法 然后班代这边就根据以上的关键词 最终选择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点子 Takuki给到的DNA螺旋关键词 就设计出了红蓝螺旋夹静脉和动脉之类的感觉 再加上刚刚提到的有机物 于是选择了更有大自然生产的东西的矿石或陨石当装饰 也就是现在这个硬币的样子 再加上Takuki表示不希望你弄道具上直接贴对应角色的头像 像看起来很像铁个照片一样的感觉 于是Blazer Sun改成了现在这种具有雕刻感的画风 不过多强调角色的样子 仿佛像是一个大自然刻画的模样 而且你们知道吗 原本这个矿石的道具上本来是有想过弄成Blazer的彩色基石器的形状 但只有彩色基石器太难分辨哪个超能力帮的 于是作罢 虽然是不错的点子 但是如果要出其他的像历代超能矿石道具的话 应该会很难分辨 就很多个圆圆的 而且Takuki还多次强调Bandai说 这个玩具一定要小一定要薄 而这个Blazer手镯也可以说是挑战了Bandai的技术力 目前大家玩到的Blazer手镯尺寸 可以说是极限最小画后的样子了 而且Blazer手镯从开发到设计数据完成 一共花了半年时间 是一般玩具的两倍时间 再加上这次的变身部爆名字也是Takuki要求的 因为他感觉不贴合作品风格 不过Bandai那边有说要不然把主角大喊Blazer的营销加进去怎么样 但他们突然反过来一想 第一次变身时你都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会喊呢? 于是就琢磨了一下 然后突然想到 GIGA变身时后面会有战吼 熊啦!出来 所以就提议加个Blazer的战吼 最终就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Blazer的战吼声啦 而且最近我有去那个超人展看到他们展出BlazerBlazer的实体作品 说真的非常顺眼好看 而且看起来真的不像是玩具哦 这真的要很感谢Takuki为了达到观众需求而直接去向Blazer调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变身方式吧 我来吧 我来吧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真的有难度耶 针椅 针椅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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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Blazer能够以敌人抗衡 但也是需要Skart资源的 Skart有着巨大机械手 阿斯卡隆 是防卫对Skart所使用的强力怪兽型机器人 Standard名称是 23是特殊战术机甲兽 被称为特战兽 机舱类似由机长和驾驶员两名人员驾驶 是具备两脚行走的怪兽模式 可以应对近身的战斗模式 脸部就比较可爱一些 类似于狗般的表情 它全身装备着各种武器 具备了从口中发射的电荷粒子炮 Earthfire 双手的Erk Gun 以及尾部垂直发射导弹系统 Tel Real-S等装备 Takuji也表示 如果Blazer是一个猎人 那么阿斯卡隆就是一只猎犬 所以他表示 无论广方设定如何 Blazer的形象都是一个追捕并杀死怪兽的猎人 所以 呵呵 Koichi Sakamoto Rusek走了哈 这个机器人是在遇到巨大生物威胁时 才会出动的战斗机器人 一般都是开着指挥车 到前线桌上指挥场所 车型是Toyota Hearth 而且是多辆直行哦 里头会有很多联系 以及勘察的基本设备 基于他们到访现场使用 顺带一提 初代的Toyota Hearth 是在1967年10月诞生的 而且碰巧这一年 与这个月是Ultra 7诞生的月份 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彩蛋呢? 本作的作品主着为沟通 也就是Communication 这是他自己经历了2020年疫情之后想到的构思 因为那年的疫情期间 大部分的爸爸们都在家上班 小学者们都难得能在家亲眼看到爸爸工作的声音 而且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的 最难得的就是与家人沟通的机会变多了 慢慢就会发现 越少沟通的人 反而是最难说出任何话题的 所以Toyota Hearth 就由于人类和超人 人类和怪兽或宇宙人 前线的战事和管理层的指挥管 家长和小孩之间的沟通 探讨沟通在克服从不同观点和立场产生冲突 并相互合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主要是在各个角色面对现实世界常见的各种苦难时 也能以温暖人心的人性戏剧的导向作为展开 这个就是Blazer剧情要表达的重点 故事来到新的世界观 地球持续面临自然环境的灭绝 以及全球暖化的挑战 有一天晚上 一只名为巴桑格的宇宙甲和怪兽在此代出现 GGF应对小组的行动因此失败 同时Kentor领导等特殊部队 以陷入结果直径 这时突然因为神秘的巨人从观望中现身 他是在太空人之间 口吼相传数十年的人性宇宙人代号为Ultraman 随后Kentor被召集到指挥中心 正式任命为Scot的指挥官 这支秘密结成的部队将驾驶着一个巨大的怪兽型机器人 名为Ascaron 已因对怪兽灾害 与此同时 在Kentor接到上级命令调查超人力帮 是否应该被消灭的威胁之际 他的记忆中突然浮现出一段研制遥远 迎合药变体的回忆 Kentor就开始追随他脑海中的模糊记忆 加上许多位置的威胁接踵而来 故事就在这样的神秘环境下展开 从以上这样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Kentor是在一场灾害危机中 一件都突然出现的光芒 然后不知不觉的与他合体 我想是因为合体的缘故 Blazer的记忆与他可以互相共用 导致了Kentor多了一段不应该存在的记忆出现在脑海内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观在Blazer降落地球的几十年前 早就有太空人见过了这位宇宙人 不晓得太空人碰见的是不是Blazer 还是还有另一个曹人雷霸王的存在 如果这群设定是说太空人碰见的另一个曹人雷霸王的话 我猜测可能会是初代曹人雷霸王 因为我们都知道Kentor他最喜欢的就是初代曹人 在X的电影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初代的拍摄显得特别的惊异 然而把他安排成神秘的存在 所以说不定他也会这样安排他在这个系列里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如果他想要再用这位来当成这里的剧群安排 我是毫无意见的 因为我们都相信他的能力一定能做到大众想要看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知道Kentor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是队长的身份了 本次在第一集的Blazer事件之后被上司拉拢去成为新组织的队长 然后再用大约三道尸体去招纳几位成为新队员 用沟通的方式去认识他们 与他们建立起关系 当然Blazer也是一样 因为刚开始Blazer的出现还无法受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军方还在讨论是否要消灭他 所以需要与人类互相认识彼此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确认说他是朋友还是敌人怎样 这就是沟通 至于要如何去描述沟通的含义呢 就要等到7月8日的第一集播放才能知道了 7月8日 M7半的彩蛋 Yoyo丢人 好一告分析结束 你们会期待这Blazer的故事吗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这是一个在新时代里的新尝试 无论是超人的设计还是世界观的风格 都会有一种新鲜感 而且这次的作品就已经感觉蛮高的 说不定可以传达大家关于沟通的重要性 无论是队员们还是外星人 让我们知道沟通上的意义 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当然我不会说他播放前就一定是说肯定好看 也是会对期望有所暴露 所以必须要看了第一集才能知道 不过有Kyotaka在的话 应该不会查到哪里去吧 好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是我还没发现到的呢 可以到小方留言去留言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别忘了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和一个赞还有这边的小铃铛 以便日后收到更多的资讯 当然也别忘了支持我的Patch 我有很多消息会在那里发布哦 我是原哥哥 大家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